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当我们听到别人不断经历神,体会神 自己却非常艰苦的时候 我们当如何面对呢? 今天我们解释思想,视频第二十二篇 这篇的主题是在苦尽中 蒙神拯救 这一篇首先一到八节 是大卫开始的抱怨 他提到了 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 而对比上一代经历神 但为什么神不听他的祷告离弃他 不拯救他,不垂定祷告呢? 三到五节 回头看过去 神在民族当所做拯救的工作 先祖 依靠神,神就拯救列祖 向主呼求 神就拯救 依靠神的人没有羞愧 而即便在这个苦境 他仍转眼看神圣洁的宝座 六到八节继续回到自己的苦境 反观自己 只是个虫 不是人 不配得到神的帮助 而 后面 这一篇十篇最后 二十二到三十一 是 结束的 赞美 我们看到他用信心看见 神垂听他的祷告 即便 困难还没有解决 苦境还没有过去 他会看到神要做奇妙拯救的工作 二十二到二十六节 对象是以色列人 大卫呼吁 经为神 以色列人要荣耀神 要敬拜神 而二十七到三十一节 更扩大到所有的人 地级的人 都要来认识神 我们要向下一代见证诉说 神的作为 前面是上一代经历神 最后是下一代见证神 而中间 九到十一节 是呼求神的帮助 在敌人的嘲笑中 大卫选择回想 神过去的工作拯救 大卫在母父的时候 就依靠神 仰望神 而十九到二十一节 也是呼求帮助 求神不要远离 求神拯救我们的生命 夺离死亡 刀剑 犬类 狮子 而中间 诗篇诗 当中十二到十八节 提到了是自己 可怕的苦境 敌人的攻击 好像公牛 好像吼叫的狮子 好像犬类围绕 完全无力 身体枯干极大的困境 但奇妙的是 这些经文 奇妙的应验在 石架上的耶稣 十四节提到了骨头 脱节 心如蜡融化 犬类围绕 手脚被扎 十七节提到了赤身 十八节提到衣服被分 我们看到这些的经文 都提到了 耶稣的受难 是的 若我们的苦境 能够略略体会经历上帝 耶稣受难的 艰辛 我们就看到 耶稣能够安慰我们 这是一篇伟大的诗篇 在最困难的时候 赞美神 空间是极广大的 从大会到 以色列到地级 时间从这一代 上一代到下一代 宣告 神成就大事 因着耶稣 让万国可以认识敬畏神 这是神给我们 极大的恩典 我们祷告 耶稣愿你恩待我们 数算过去神的帮助 我们也看到 神要听我们的祷告 向下一代见证 神的作为 求主 怜悯我们 也让我们在一切的苦境中 我主要能够思想 耶稣经历这一切的苦 并且为我们得胜苦难 当我们想到 神帮助别人 我们不是比较嫉妒 相信神不偏袋人 也要怜悯帮助我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